首先的话我们大概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午就是讲了一些东西 上午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对这个前端的开发的做了一个开头 首先的话我们就说了一些前端开发的什么一些背景的知识 什么是前端开发 前端开发的话那么大概就是什么呢 基于互联网产品的这个产品的页面或者叫界面的开发 然后也有功能的开发 那么既然是互联网产品的话 什么是互联网产品呢 那么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比如说什么百度啊淘宝啊 是吧像这些互联网的一些经常用的一些东西啊 这些网站的啊 比如说QQ啊QQ它是要安装的一个程序是吧 比如说微博啊网易邮箱这些东西啊 它都属于什么互联网产品啊 它这个产品的话相当于是符合一个什么呢 符合一个开发的流程啊 那么既然开发这些互联网产品符合这一个流程的话 那么当然有不同的什么流程的岗位来去开发这个产品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开发互联网产品的公司的话 针对这个互联网产品就涉了一系列的岗位是吧 这些岗位的话那么大家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都会什么去做到这些岗位啊 那么一般的互联网港位大概有这么多什么有CEO是吧 CEO下面是有产品经理啊 产品经理的话那么大概说可以怎么说呢 那么产品应该不是一个啊 应该这个产品经理相当于是在产品部是吧 产品部产品部里面那么产品经理是根据CEO的这个想法来做一个产品的设计啊 大概是一个草图的设计是吧 那么产品经理做了草图设计之后就把这个草图呢 给到什么后端工程师以及什么UI设计师是吧 后端工程师的话那么现在大家就处在这个位置是吧 大家是做这个功能的开发啊 以及什么做数据库的一些开发是吧 好那么这个产品经理给到这个产品的草图给到UI设计师的话 UI设计师根据这个草图的话做什么呢 效果图是吧 这个效果图完了之后的话 效果图的话还给到什么呢 给到我们的前当工程师 前当工程师的话根据这个产品的效果图的话 把它生成一个什么页面是吧 做成一个页面 那么页面的话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 如何做这个页面是吧 好 前当工程师那么这个页面开发完之后 后当的工程师这个功能以及数据库 就是说做完之后那么他们要做一个对接是吧 那么把这个什么呢 功能绑定到这个界面上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他们把这个绑定的最后的这个代码呢 会给到什么呢 测试工程师是吧 测试工程师的话会根据这个 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些测试啊 如果测试通过的话 最后的话要返回到什么呢 给到这个运维工程师 他把这个代码进行什么 上线是吧 放到服务器上面 供什么互联网用户来访问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大概是一个互联网的 这一个产品的开发流程 以及相关的岗位的设置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岗位啊 真实的岗位 好 那么既然说要做这个全能开发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岗位的划分的话 我们全能还需要学些什么知识呢 首先的话 我们要跟UI设计师沟通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呢 那么我们要学什么呢 学Photoshop 是吧 UI设计师的话 他是什么 用Photoshop来做的这个效果图 所以说我们需要跟他沟通的话 我们也需要懂Photoshop 同时的话 我们也什么呢 要利用Photoshop来做我们的页面开发 要辅助 是吧 辅助做页面开发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技术点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学HTML和SSS HTML和SSS就是做这个页面的语言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语言 这个页面做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 如何做这个页面的功能呢 那么我们还要学到什么呢 JavaScript 是吧 JavaScript学完之后的话 那么的话 那么针对一些开发 加快开发的流程 以及什么呢 规范开发的这个流程的话 我们还要学一些前单的 JavaScript的库和框架 是吧 那么规范大家的流程 以及什么呢 加快开发的效率 好 大概这个是我们前单 要掌握的一些知识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说了这个HTML语言 HTML语言呢 学这个语言实上就是学什么呢 一些标签的用法 是这样的啊 学标签的用法 那么上午的话 我们大概学了一个 学了一个HTML的基本结构 是吧 HTML基本结构的话 大家就是一个文档声明 是吧 然后的话 以HTML开头和HTML结尾 这是一个整体的 HTML文档的一个 外面的包裹的一个标签 是吧 这个标签啊 那么里面的两大结构 一个是Head 一个是什么 Body是吧 Head的话 那么它里面放什么呢 放这个网页的一些 网页的标题 然后网页的一些设置啊 包括我们后面学的一些 外链的资源 比如说样式或者GS 通过这个插住到Head里面来 外链进来啊 那么Body标签的话 就是放我们的什么呢 网页上写设的内容啊 网页上写设的内容都会放到 Body标签里面啊 就是关于这个基本结构啊 那么基本结构说完之后 我们说到了 就是说HTML这个文档 它大概有两种类型 目前流行的有两种类型 是吧 那么 还有其他类型我们就没说了啊 基本上不用了 两种类型的话 一个是XHTML 1.0 一个是H5 是吧 XHTML 1.0呢 它和H5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文档声明 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编码声明啊 这个编码的格式的声明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呢 这个 HTML这个语言的声明 是吧 语言的这个 是什么语言的声明啊 也不一样啊 那么剩下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用法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用法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H5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H5会新增一些 在这个XHTML 1.0的基础上 它会新增一些什么呢 新增一些标签元素 以及元素属性啊 这个的话 我们会在什么呢 会在这个 H5的这个课上会讲到 H5的课上会讲到 好 大概是这些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说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是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 讲到了什么呢 大概有六个标签 是吧 六个标签啊 好 接着我们又说到的是 这个HTML的注释 注释的话 那么就是 这种写法 是吧 也是用监控号来写 是吧 监控号来写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那么一个重要的标签 就是标题的标签 是吧 标题的话 就分六级标题 啊 H1到H6 是吧 H1 一级标题的话 就是H1 二级标题就是H2 是吧 这个标题标签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网页的 结构方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 善于运用这个标签 来什么 来把我们的网页结构 写得比较清晰 是吧 好 接着我们又说到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段落的标签 段落标签的话 它是表示一个段落 表示一个段落 那么这个标签的话 就是用P这个什么 一个一个字母吧 P标签 是吧 那么P标签的话 里面包括一个文字的话 就是一个段落了 那么包括一个文字 就是一个段落的话 这个段落 需要一些格式 是吧 有时候需要一些格式 那么P标签 P标签本身有一些格式 什么格式呢 就是比如说它 大与段之间怎么样 有这个间距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做到 这个段里面的换行 怎么做呢 是吧 换行 换行的话 那么直接我们在代码里面 换行的话 是不起作用的 是不是这样的 代码里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 已经换行了 那么在这个渲染的时候 在网页上渲染的时候 它怎么样 仍然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这个一行来显示 一行来显示 比如说这个三行文字 还是显示成一行 是不是这样的 直到不够才换行 那么如果想强制换行的话 我们怎么样 就用这个BR标签 是不是这样的 BR标签 来强制换行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如果说我们的段落里面 想做一些空格 是吧 比如说在航手 做空格的话 我们单纯的在代码里面 敲空格的话 是不起作用的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真需要空格的话 我们要用到什么 空格的制服实体 是吧 空格的制服实体 就是什么呢 与NBSP 然后是分号 是吧 这个大概是半个空格 是这样的 那这个空格的 它空多少 上次不精确的 是吧 所以说少量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空格 如果是想精确的 或者多的空格 我们怎么样 后面会用到什么 样式 会样式用到 好 这是关于这个空格的制服实体 那么还有两个制服实体的话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小一号 是吧 小一号的制服实体 这个监控号 我们最好在代码里面 不要写这个小一号和大一号 直接用它的制服实体来代替它 是吧 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在代码里面 真的想显示小一号和大一号的时候 是吧 那么就用这个制服实体来写 一个是与LT就是小一号 与GT就是大一号 是这样的 好 这是关于制服实体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几个标签 是吧 那么的话 一个是DMV标签 它是表示一块内容 那么这个DMV标签 在我们的什么 DMV加SSS里面 这个布局里面 就经常用这个标签 是这样的 接着又说到的是什么 一个SPAM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是什么 一行里面的一小块内容 是吧 这个标签的话 它也没有语意 而且怎么样 它怎么样呢 也不带什么样式 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两个标签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含样式和语意的标签 比如说这四个 是吧 这四个标签 那么语意的话 那么这几个标签的话 它的语意是经常拿来什么 面试的时候经常考的 是吧 比如说一言标签和哀标签 它的话 我们把一个什么呢 把一个文字给它包起来之后 它们都可以让文字倾斜 是吧 默认的话 它有样式 可以让文字倾斜 但是的话 它们的区别呢 区别的话 就是它们的语意 EM的话 就表示语气中的强调词 是吧 I的话就表示什么呢 专业词汇 一些专业词汇 比如说一些论文里面 一些专业词汇 你可以用这个I标签 好 那么的话 还有两个标签 比如说这个B标签是什么呢 它的语意是表示什么呢 关键字或产品名 是吧 那么它在显示的时候 只要是将文字什么 将文字加粗吧 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实状标签是什么呢 实际上也是将文字加粗 但是它们语意有差别 是吧 那么的话 比如说它表示关键字和产品名 实状标是什么呢 非常重要的内容 是这样的 有时候它们也会考的 B标签和实状标签的区别 是这样的 表现的时候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语意不一样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四个标签 我们实际开发中是随便用的 没有按照语意来做 没有按照语意来做 接着我们说到语意化标签 就是说尽量我们在开发中呢 用一些语意的标签 语意标签的话 就可以什么呢 让这个文档的结构更加清晰 同时让什么 收索引擎的爬虫 去更加好的理解我们这个文档的结构 是不是这样子 理解文档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用H标签就表示标题 P标签表示段落 那么这个列表标签 马上学的A标签 以及定义列表标签 实际上我们这个语意化的标签不多 语意化的标签大概就这么几个 大概就列举的就这么几个 没有多少 实际上没有多少 大概就这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概就这么几个语意化的标签 大概就这么八个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在网页上插入图片是吧 插入图片的话 那么就用这个什么呢 IMG标签是吧 IMG标签 那么如何插入图片呢 首先用这个标签写在页面上 然后的话怎么样 用SRC属性来定义什么呢 这个图片的地址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图片是从外面练进来的 所以说我们之前 我们在这个练之前先怎么样 先把图片准备好吧 把图片放到我们一个地址的里面 是吧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它 这个SRC属性呢 把图片练进来 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么SRC属性的话是地址 那么还有一个Ord属性的话 是这个图片的什么呢 文字说明吧 这个文字说明有三个好处 是吧 一个是搜索引擎可以搜这个文字 是这样的 理解这个图片是干嘛的 另外一个是盲人读评软件 也会读这个文字吧 是这样的 做什么无障碍的这个网页 还有一个是什么 如果这个图片就是加载失败的话 那么它会显示这个文字吧 是吧 会显示这个文字 所以说这个Ord属性的话 是很重要的 Ord属性很重要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说到的是这个图片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的话 有什么呢 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的一个说法 是吧 一般的话 我们都是用相对路径来做的 相对路径的话 是相对于这个页面本身 去定位我的资源 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相对于我自己去定位资源 这种方式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样呢 就是比较什么 兼容性比较好 在项目做迁移的时候 不会因为这个主目录改变 而找不到资源 有没有 是吧 那么的话 相对路径有一两个标准的写法 比如说是点斜杠的话 是什么 表示当前目录吧 是吧 当前目录啊 还有是什么 点点杠的话 是表示当前目录的上一起目录 是不是这样的 当前目录的上一起目录 好 如果是上一级上一级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 点点杠再点点杠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是相对路径啊 绝对路径的话就是指着我们的什么呢 在相对于持盘的位置去定一个地址 是不是啊 定一个地址啊 这种的话是在项目迁移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从一个地方考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去找它对应的牌符里面的一个文件 肯定是找不到了 因为牌符可能变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绝对路径啊 好 这是关于大概是上午我们说的一些东西啊 大概是上午说的一些东西 谢谢